最近于正监制的电视剧演习攻略因为播放量和口碑通通大爆 彻底脱去以往的阿宝色 雅致的传统色调受到很多观众的喜爱 这一点也是于正引以为傲的点 可是从网友爆出的图片来看 TVB版的演习攻略经过剪辑之后 将大陆版的滤镜全部撤掉了 但是网友对撤掉滤镜的演习攻略基本看法是一边倒的 舒服多了喜欢这色调 幅画效果没变吧 终于见到自然光了 你没看到魏姐终于在各晴天进攻了吗 竟然还比较好看 TVB改片头了 感觉不如在内地的版本片头有味道 用了粤鱼歌 我看画面没有太大区别 内容也没什么变化 高贵妃的配音也是掉嗓子的感觉 很贴合内地版本 TVB近年来的古装剧越来越不行了 可能是没有内地财大气粗的原因吧 更好了 还好吧 以前的色调绸合比较舒服 到那时人物很容易显黄 其实这色调真的挺好的 滤镜的看起来真的很暗淡 TVB可不敢再上狼牙榜那种配色了 怕香港观众可能欣赏不来TVB色调 更舒服 但是在小编看来 去掉滤镜的沿袭攻略 跟之前的确实没有什么区别啊 沿袭攻略的每一帧画面都堪底画 没到了极致 靠的是构图和摄影 而不是滤镜 但是因为每一个飞词都做的识别差不多的地方 再加上泛黄色调 所以会让人容易审美疲劳 但是人家的构图 真的是非常出色的 而且妹弟版的沿袭攻略的片头 真的非常好看 不说口碑和演员演技这些 沿袭攻略的浮化道真的是碾压如意传的 就算是大部分观众不是专业的 但大家都有审美啊 港版沿袭攻略滤镜全部撤掉 网友 魏姐终于在晴天进攻了 你认为去掉滤镜的画面好看还是原本好看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留言说出你的见解